大家好,我是Dan 海埔的旗下厂牌也是新人女团艾里的所属公司的Pilip Lab 今天5月22号透过官方宣布 我们今天已对代表明尼警提起诉讼 控诉其单方面散布虚假信息 严重损害了我们公司及旗下艺人的声誉 我们已提交了业务妨碍和民运毁损的控告书 以下是Pilip Lab的官方声明 明代表方面对于所属艺人艾里的抄袭疑惑 现已明确表示这些指控并不属实 本公司已向司法机构提交了这些疑虑与事实不符的相关证据材料 尽管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但我们将依照法定程序来理清真相 关于知识财产的抄袭与否 应该依据合理的标准和程序来判断 而非个人的偏面和扭曲解释 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无节制的推测和虚假事实 导致对本公司艺人及其努力成果的贬低感到深切遗憾 此外,尽管此事本质上与艾里无关 艾里的成员们却遭受了严重的恶意评论、嘲笑和人身攻击 我们恳请大家停止对艺人的侮辱、恶意重伤、散布虚假事实和飞王等攻击行为 本公司尽将全力保护艺人和成员们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撇开夺取精英圈不谈 这应该是米尼锦要告他们吧 导咬一口也要有个限度啊 这是在挖自己的坟墓吗 直接对抗不是米尼锦想用的吗 那就通过法律来分辨是非吧 即使法律上认定不是抄袭 就真的没有模仿吗 大众们在艾里出道时 深圳误以为是女精死 造成了很大的混淆 而且舞蹈动作相似的过分到几乎一模一样 在米尼锦出面之前 就已经有很多人说女精死和他们相似了 大家因为都是同一家公司才不以为意 这样良心何在呢 在艾里出道前就计划要攻击海埔的卡图记录 米尼锦说不想和女人一起工作等 厌女言论的聊天记录都公开了 米尼锦的支持者们还在盲目支持他 从一开始只有你们认为是抄袭 更多人认为根本不是抄袭 目前网上公开了很多有关米尼锦发布的卡图记录 因为米尼锦方只是反驳那些事 私下谈话去掉前后语境的拼凑 却没有公开包含前后语境的完整聊天记录 所以在韩网很多人都认为卡图内容应该是真的 不过今天根据米尼锦的律师表示 将在5月24号之前 米尼锦会向法院提交完整的聊天记录原文 及其相关背景资料 为了掩盖追踪黑粉账号的事 真是什么都做得出来可可 昨天有媒体报道了 艾里的官方X账号追踪了 牛金斯的黑粉账号后取关的消息 所以对于艾里的所属公司对米尼锦提告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5月20号 康丹尼尔对他所创立并担任代表的 所属公司Connect娱乐的大股东 A某提出了刑事控告 A某是Connect娱乐的大股东 持有约70%的股份 根据媒体报道 康丹尼尔以涉嫌伪造四文书 侵占背信信息通信网侵害及电脑使用 炸弃等罪名 对大股东A某提起了刑事诉讼 据了解 A某在2022年12月 包用Connect娱的秘密 在未经Connect娱同意下 使用法人印章签订了一份 预付分销合约 Connect娱表示 他是在这个合约签订月一个月后 才得知此事 预付分销合约 是指一人从分销公司获得一笔巨额投资 然后通过未来应援和唱片销售 收益来产还这笔投资的合约 Connect娱多次向大股东A某 询问合约的过程和主要内容 但未能得到明确答复 Connect娱表示 直到亲自去银行获取交易记录后 才确认了这份合约 除此之外 大股东A某还被指控 在未经合法程序的情况下 从所属公司的账户中 提取了至少20亿韩元以上的资金 并以海外汇款和业务收入处理的方式 转移这些资金 甚至这位大股东 还从Connect娱的个人账户中 擅自提取了17亿多的韩元 目前Connect娱乐旗下 由Connect娱乐、Yuju、Chanseller等歌手 以及舞团Yudenboiz 据了解 Yuju在上个月中期 与Connect娱乐的专属合约到期 已决定不虚约 舞团Yudenboiz 与歌手间制作人Chanseller 也已结束了专属合约 Connect娱乐与Connect娱乐的合约 将在下月初到期 预计在合约期满后 Connect娱乐也将结束 与Connect的合作关系 而公司内20多名员工 目前正已辞职处理 也已卖掉了法人车辆 Connect娱乐方表示 在过去的5年里 作为代表李世汉艺人的Connect娱乐 一直在保护公司 为了将所属艺人、员工 以及第三方合同对象的损失 将到最低 他花费了超过一年的时间 努力尝试解决问题 但最终 他认为除了追究法律责任外 没有其他解决方法 因此他抱着沉重的心情 绝地进行刑事控告 我们来看一下 网友们的反应 哇 疯了 又有打官司了 他上次已经够辛苦了 在二十代时期 就经历了两次这种糟糕的事情 希望这是提前消灾 接下来的人生 能够一路顺风走上滑路 原来他一年前就知道了这件事 因为考虑到所属艺人的合约期间 他一直在等待 并在这段时间里 处理和整理了所有事情 最终才决定提出控告 Connect娱真的很善良 这段时间他一定很难过 希望这件事能够顺利解决 真的希望Connect娱能好好解决这件事情 未来的人生都能走滑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tter